谢谢 这款不错 大家眼光真好 这款是我们的赞变质宝门海之星 价值100万 这么贵 我打一辈子工都买不起 你帮我买了吧 没问题 只要是你喜欢的 可以送你 长得帅 又这么百依百顺 是男人也不像小姐 昨天说了没有不堪 陆锦绳不过是个私生子 无权无事跟个窝囊费一样 根本就配不上我 不如 你代替我 去把这场相亲搞砸了 只要他也看不上我 那这场原因 不就失败了 你当小姐 这样不好吧 还要是被老爷知道了 你怕被我爸知道 就不怕你奶奶的医药费 断了 女生最容易被拒绝了 女生最容易被拒绝 我才不奇怪 你好女士 请问你确定是谁 我 啊 有雪花吗 不好意思 女士我们这边只有澳洲进食的牛肉 没有雪花啤酒 来一打 这牛排 配啤酒 很特殊的喜好 其实我平时更喜欢这样 我是酒成性 还经常夜不过路 是牛排还挺傲娇 我这会不好走 还挺细心 虽然我们两家友谊联姻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 不洗衣服不做家务更不会奶孩子 没关系 这些都有佣人去做的 最重要的是我在家里嚣张把户惯了 更不会孝敬父母 平常都是大吼大叫 没关系 这些孝敬父母 人情网埋都有我们 至于生不生孩子 那是你的权利 这 看来我们非常合适 是的 谢谢 嗯 我我先去个厕所 苏小姐 我今天在逛街的时候 我一见看了 觉得很适合你 我离开 我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 翻诗送你们到家了 今天的约会任务也圆满不成 也要激動的怎麼 呃 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再見啊 啊 應該沒有下 你說什麼 啊沒沒什麼 啊 陸總你真的要去聯姻 要不要亮明身份破壞這場聯姻 蘇家家是哪裡配的像您啊 不用了 同學 你叫什麼 你終於找到你了 小姐 對不起 對不起什麼 是你看上他了 還是交給你的任務 我擦了 我沒想到那個陸錦盛他油煙不盡 不管我做出什麼令人反感的行為 他他他他都能接受 嗯 你的意思是 魅力大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 這是什麼 不要臉的東西 對不起 畢竟不是那個被外人仰慕的 顧家大小姐 只是個人自由的沒有的 可以見 可以 如果你再搞不雜誌 我可以幫你奶奶撿回一整命 你 硬硬的 灰 你 才能 快樂 故事總裁疑似因生信徒少許獲勝 相關不來介入調查 媽媽 我是千萬富豪 千萬富豪呀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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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不要我奶奶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奶奶 奶奶 你一定要快點好起來 當初是誰害我們家破人亡的 都還沒有告訴我 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會找到那個罪魁禍手的 好巧 不巧 我就是來找你的 你受傷了 不小心磕到的 我還有事先走了 蘇小姐 上次是我請你吃的飯 什麼時候輪到你請我呢 我就現在吧 我正好有時間 既然是我請吃飯 那吃什麼 在什麼地方吃 全給我的了 當然 希望你別後悔 沒來過這種地方吧 那你可得小心點 別弄髒你的衣服 嗯 嗯 怎麼 聞不慣吧 可是我平時最喜歡吃這種麻辣燙了 所以我們 嗯 那他不錯 這也行 不是你就沒有討厭的東西嗎 嗯 嗯 也有 你也知道我以前是個私生子 那個時候在外面吃不起飯的時候 如果能為一個饅頭 我就覺得會滿足 豪門私生子的生活也這麼困難嗎 我剛才還戲弄他 不好意思 這也不是 顧 你個臭腰子給我放開 嘴巴放乾淨的 信不信我用這湯料跟你說 我受你 啊 我受你 你趕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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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怕你受伤 沒想到堂堂跟蘇佳大小姐 還會打架呢 既然你都看見了 那你肯定不喜歡這麼遠的衛生器吧 那我們兩家的聯誼就可以結束了 拜拜 看來有必要帶你買這新衣服 哇 也許 好 怎麼最近都沒有好看的呀 下次吧你還是把你的手用在他們 對起碼可以給我們施衣服 他的用處可不止這一點 哎那個不就是顧希馬 怎麼和和男的在一起 你這個小麻雀準備飛出籠子了 哎 我去寄個電話你先試著 嗯 大小姐 還真是你 你嘴上說著要拒絕他 其實偷偷背地裡 為著我搞定他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飛上這頭飛鳳凰了嗎 他知道你是誰 你只不過是一個每天給我倒洗澡水 給我使館來使館去的一條狗而已 他要是知道了 他還會喜歡你 就是啊 像你這種身份底界的人 最忌諱的 就是惦記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這麼人很累的頭髮 長在你的頭上 可真是可惜 這時候 我給你剪吧 服務員 拿剪刀 大小姐 你不要緊我頭髮 目前也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我聽話的代理 二十分鐘之後 我要在家裡見你 你認識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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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我朋友 以後我們不要再見面了 為什麼 還能有為什麼 還能有為什麼 因為我不喜歡你 帶我走 到遙遠的以後 帶走我 沒想到 不僅剩這個私生子 長還挺俊強 不過 本小姐最擅長的 就是友情人 就是友情人 大小姐 從今天開始 你不用代替的 我親自去見面景色 碰了不該碰的東西 給他洗洗手 是 大小姐不要 我這麼搞碰的 我看了很多錢 小小姐 我把多錢給你 以為找了個有錢的男人 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了 還不是被大小姐罰隊在這裡 我家的手 小事 我小小 小姐 只有我們這個 這就是不聽話的瞎子 你們兩個 在那四季號 是 要幹什麼 要幹什麼 來吧 你就知道 你 怎麼了 你送來了別鬧了 快點出來 好 一會兒你和我一起去見面 我倒要看到 讓你心動的陸大少爺 到底看上的 甚至不平 還是我蘇家大小姐 大小姐 我問一下 只要是被老爺知道 是 他知道了又怎麼樣 我只要跟我爸說 事理事提供的陸大大少爺 推脫代替我去 你覺得 他會怎麼收拾你 收拾好自己 跟我下去 陸賢池久等了 哈哈哈 四伯伴 小玉啊 以後我們還這麼任性 陸賢池這麼久啊 哈哈哈 小玉啊 陸少爺 陸少爺 你不是說想見我嗎 怎麼見了面 這麼拘謹 蘇家店不以而知 這首花 不知我今晚時候有幸能留下來 與蘇家店一起晚餐 哦 感知哪裡的話 你們聊 我啊 你廚房安排下去 哈哈哈哈 愣著幹什麼 還不快給陸少爺倒水 陸少爺 您的茶 啊 對不起對不起陸少爺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怎麼做事的 對不起小姐 怎麼 陸少爺還會心疼一個悲痛 是嗎 師傅你受到 不然呢 果然 人都是現實的 人都是現實的 不過沒關係 我如今活下去的唯一目的 就是復仇 這次 這次陸家聯姻 事關重要 你可不 在真意旺培啊 你只是顧熙替你相親 我全當不知情 我全當不知情 心裡想 製造是個活魂 顧熙他那麼蠢 怎麼可能會知道 他把當年的公司合伙人 就是你了 林還捲走了故事集團所有的錢 害得他家破人亡 哈哈 原來是你嗎 你沒事吧 陸少爺不在裏面坐著 怎麼出來了 手手上了 看不到 謝謝 不過你都知道我的身份是假的了 為什麼還要這樣 不信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趕緊離開這裡好嗎 謝謝我 他在一起回來 慕容師啊 你認識嗎 沒有 剛才我爸說 雙方父母見面吃個飯 然後幫你慢速點進來 你覺得怎麼樣 大小姐 我先走了就不打擾你 你先走了 好啊 我会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爸爸 你先走了 你先走了 我会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爸爸 顾兮 大小姐 是你吗 少爷 刚刚管家说老爷已经和苏家订好了见面吃饭的日子 就在下周一 少爷 您真的要和苏家联姻吗 听说那个苏家大小姐蛮横无礼又骄纵得很 恐怕 怎么可能 我对她没有兴趣 难道少爷心里还有其他的女人 陆景明和秦家大小姐的事情你帮我多盯着点 是少爷我保证让他们成不了 如果陆景明因为自己的原因下去了 我肯定是要被顶上去的 不过我已经想好这边气该怎么下了 这是秦家大小姐经常处理假会所 你也知道他怎么办 去 是 是 爸 我是绝对不会和秦越那种女人结婚的 你还是从这路找着连一对象 听见 我才在今生年就夸奖了你 你今天就给我掉脸子 这个婚 毕竟给我结了 秦家大小姐秦越 说不是你被婚妻吗 这闭嘴 不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几个鸭子给我戴绿帽子 那种水星洋花的女人 就算娶进咱们陆家 生的儿子也不知道是谁的种 我堂堂义着陆家大少爷 我绝不会去那个伙子进来 你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特效啊 爸 你可以看看 苏家那位 不行 爸 你说的是 苏玉 就是余陆先生订婚 你 苏家在江城的地位 不亚于秦家 可以 也行 这么好的机会 两天临上队伍 岂不是更新啊 我会订阅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你 我会认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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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去哪儿啊 说话呀去哪儿 大小姐今天我休假想去醫院看一下奶 門 去醫院穿成這樣 我看你是去用戶 不是我真的是去看奶門 我知道我這個人最討厭什麼 就是像你這種自以為是的功能 哎呀 不好意思 我故意的 你沒關係 我看客廳的地板那裏就髒了 你不如我把他裙脫一段段出去 大小姐 你交代我做的活已經做完了 我現在可以出去了呢 去吧 順便幫我帶見你 畢竟 周一只是我跟陸公司雙方算的經驗 還有生日並不是 你拨打的電話已關機 您拨打的電話已關機 好 知道 走吧 她应该不会的 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到了吗 苏玉旁边跟着的那个庸人叫布希 听说好几年前就给苏玉当贴身庸人 至于太具体的家庭背景 很模糊我还查不到 也不清楚他跟苏家签了多少年的运动人协议 吧 我知道 顾希 路总 幸会 幸会啊 愿会 来 愿意 来 请请请 想必你就是苏家大小姐 真是小辣椒呀 等我把你聚会一下 看我怎么好听 看我怎么好听 是 她们要跟她们 我还要跟她们 大小姐 按照陸少爺的穿衣风格和喜好 我给你准备了一条男士领带 看来你对他的研究很多呀 我师父 行了 出去 等等 明天陆公子来的时候 不许出现在他的事业 听懂了吗 知道了 你才能谁发现那相当满费的人 也不是考虑不到的东西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谁要苏玉嫁给你们陆家 没了苏玉制约 我就有机会展开复仇的行动 你们俩家结亲 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吗 我已经找人 很好了一个良辰吉日 好好好 好好好 不知道小侄女这边 还有其他的要求没有呀 一切都听爸的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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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博鳳啊我要找学心试配一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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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等你一天 你为什么没来啊 是有什么事情吗 电话你等 陆少爷和大小姐订婚的日子都选好 我没去才是应该的 真的一点也不记录 真的一点也不记录 陆少爷 你这样被大小姐看到的不好 我原来 你还怕被我看到 大小姐苏小姐 前一顶都看到了 那我不方便直说了 我喜欢的人是顾熙 陆公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别忘了 你父亲和大哥 还在我们家客厅坐着呢 你居然这么放荡说这种话 看来你们陆家是一点诚意也没有 如果灵力失败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 你父亲又会紧追你 顾熙 你还是我们苏家的下人 要一直在这听主人说话吗 我喜欢顾熙 好像跟苏小姐订婚没有什么关系吧 什么意思 苏小姐是刚才跑出来的太着急 没有听到你爸说的话 你爸一定将你许美给我大哥的 什么 怎么可能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也会去认识 要是有人问你有没有看到我 你就说没看到 顾熙 陆少爷 你怎么来这了 难道 我们之前认识吗 大小姐他们不是在前面吗 你看见过戏了吗 嗯 没有啊 这里就有一个人 为什么不早点说 要我家的是陆锦铭 哎呀我的小公主 我家小小气 我也是他们陆家来上当时期 才知道他们变了官 我是一直嫌弃 陆锦铭是个私从此啊 哎 换了陆锦铭 正好啊我不管 我现在不要嫁给陆锦铭了 我要嫁的人 必须是陆锦铭 好好好啊我的乖女儿 先别生气啊 我们这时候毁约 可少亏损不少啊 这可关系到公司的利益啊 你和陆少爷早就认识了吧 不然他怎么能追你追到这来呢 不认识 那他就是被你的美貌 所征服了所以 大小姐 去 给我端几瓶冰水到客厅 别忘了加冰块 这么冷的天大小姐 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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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跟在我身边这么久 我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有本事 你大小姐 我和陆少爷真的没什么 而且他都和您订婚了 我怎么敢有其他想法 看你胆子大得很 靠着这张脸蛋 私底算没少 不然他也不会当怒 说出唯物 来说喜欢你 没有 真的没有 既然 好 这张脸蛋回来了 就这么多来尝吧 那小姐 把鞋脱了 站里面去 啊 四大小姐 東西到底犯了什麼樣的錯誤 讓他踩到那個裡邊恐怖 讓你多嘴了嗎 奇怪 我怎麼總感覺不安 會是他出什麼事了吧 掉頭 怎麼了少爺 我讓你掉頭回蘇家 掉頭掉頭快快快 我讓你掉頭 穆熙 還記得當年 你像狗一樣在我家門口吃頭 你跪下來求我救你奶奶 穆熙跟我簽了五年的女儂協議 其實一直以來 你都很聽話 從什麼時候開始用這種小心思的 當然是從知道真相的那一刻起 心想是總是個混亂 為找這個機會 唉面可我好啊 我當初收留他就是為了折磨他 蘇玉 你準備好接受我的報復了 大小姐 我對你絕無二心 雨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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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吧 顧熙出了什麼事 我絕不放過你 陸公子 這是我家的下人 我想怎麼懲罰就怎麼懲罰 請你搞清楚 我才是這個家裡的主人 別分不清主次 你信不信 就算你現在把他抱出了搜掉的大門 他明天照樣會爬著回來 恭恭敬敬的喊我一聲大小姐 姑息 你到底是因為什麼才留在蘇家 你願被折迷我離開 要是不想讓他受傷 那就答應和我結婚 陸少爺 你還是把我送回房間嗎 不會把你留下 我和蘇家有合約 我現在不能做 這樣只會讓你們能為笑我 麻煩你幫我照顧好顧熙 我沒辦法長時間在這兒待著 好 顧熙 我一定會帶你離開這裡的 給蘇姨打照顧 喝水 謝謝 不謝 這都兩天了 也不知道 陸少爺用了什麼方法 大小姐真的沒來找麻煩 那位陸少爺比我想象中要厲害的多 今天 就是大小姐和陸家的訂婚了 陸少爺應該也會來 當然會來 你是不是也想供應男人 大小姐 這兩天被所視缠身 沒來見你 他想死我了 你想我嗎 你不是喜歡用這張臉蛋供應你 今天就好豐滿足 你們兩個 把他拖到你們房間 這小姐 那小姐 不要 你這小姐 你不知道怎麼對我 怎麼一直沒有見到他 難道他的病還沒有好 坐下 二弟 你今天怎麼有他反常呀 是不是有腳 心不舒服 知道這是什麼嗎 等會兒這裡全部的畫面都會直接 連接到外面客廳的電視上 我會讓陸景勝好好看看 他喜歡的女人 是個什麼樣的浪盜伙子 不要 顧熙 這就是不聽話的下場 大小姐 你確定你還不做嗎 你們兩個 一會兒給我好好賣 把他給我伺候爽了 是 大小姐 希望你不要後悔 各位 這件事過嗎 這蘇小姐真是董事賢惠 你生了個好女兒呀 你也生了個好兒子啊 這這是什麼呀哎呀 呀呀呀呀 關了快快關了 什麼事 我親家那個伙子硬 你 你最好如果說清楚 你是瞧不起我們陸家 還瞧不起我陸景 並婚當天後 放置了不雅的時間 蘇雲相信 你不是還聲稱是冰淨的一切 而打在未秀啊 我 肯定是誤會 肯定是有人下心害我的 那你告訴我 視頻里的女人是不是你 我 我 嗯 這事 那蘇家必須給我合理的解釋 這還沒過門呢啊 就給我兒子戴綠帽子 這要是過了門 這還了得 親家 少少氣 少少氣啊 各位 冷靜冷靜 這裡面 硬有誤會 哎呀 小韵 不管這是誤會還是真的 你 你當眾 在這種場合 把這種東西放出來 也是有辱斯文 實在是太不下話了 是的 肯定是他 退婚 哎 真是會 哼哎哎 路走路走 這事 確實是小魚做的不對 哎你看 咱們 做的事 我再讓點利潤 嘿嘿 怎麼樣啊 來來來 坐下說坐下說不對 所以怎麼可能那麼蠢 放手自己的這種視頻 肯定是想要 走了 肯定是為了針對顧熙 對不起 你沒想到所以會怎麼開始 你不用道歉 和你們關係 顧熙 求你了 就跟我走 然後蘇家的協議我會想辦法解決 我和蘇家之間不只是傭人協議 我還不能離開 又少爺 我該走了 顧熙 我知道你在顧慮什麼 我會幫你解決的 有些事你解決不了的 只能我親自來 師妹 公約的事沒退成 蘇家日網將近十個億的離任給你付 意料之中 對 還有一件事 Iris 回國了 不知道她用了什麼手段 居然打探到了您在海外的那幾家私產企業 分頭正盛 想要家伙去來非你憋根 她的事情不重要 以後再說吧 倒是蘇玉這個女人 沒想到會玩的怎麼 感動我的女人 會長得不少代價 你去亂看他們做的 知道 我不行 看來你們已經看完那出好戲 去吧 順便幫我帶件禮物 畢竟 周一可是我跟著公子雙方做了經驗的 還有商量 不關系 是 是 對不起 我一個人早就找到你了 是我的時候你一定會跟他殺 和蘇玉定婚的不是我 是王哥 你喜歡的是 是嗎 啊 你 你 知不知道你今天讓我丟盡了顏面啊 我平日怎麼縱容你都可以 可你也不能不分場合 就這樣胡鬧啊 啊 我知道錯了 可是 出現在電視上的明明應該是過西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是 對 一定是過西搞的鬼 他肯定早就想陷害我了 哎 早跟你說了 不要跟他一個下子去計較 我 馬上就把他滅口了 居然還有臉大眼不慘 可是 好了 不要再說了 好在 和陸家的聯姻和合作 都穩定下來 你找個時間去我書房 把他的佣人合同 和身份證拿出來 讓他離開咱們宿舊 我好找人下手 他 要死在咱們家 我才不會那麼輕易的放過 那個借人害我言念禁師 在他死之前我一定要逃回來 原來這些東西都在他房間補醒櫃 不知道裡面有什麼證據在 這麼大的房間 東西到底被藏在哪裡呢 怎麼沒有呢 密碼 密碼到底是什麼 對了 難不成是 這 這不就是我爸當初公司的賬本嗎 一本真的 一本看起來像是被做過手腳的 當初父親公司被查 原來就是因為賬本被做了手腳 才會面臨資產凍結 即將破產的局面 逐漸中又趁機捲走了剩下所有的錢出國 這一切早有欲謀 松症 沒有 順 現在 有 好 我 我 我 有個好消息 你怎麼 我們等著瞧 你做的事我會一點點反對 要嫁人呢 你這麼毛毛細細 說吧什麼事 上回我不是讓咱們蘇家 白白損失了十個億嗎 但是這次我有辦法 把這筆錢從陸家給撈回來 哦 快說 陸家一直有一個合作 想拉這個艾總投資入股 但是遲遲拿不下他 而且都見不到他的人 如果我能促成這場合作 還愁拿不到好處 小居啊 有想法是好的 我這個艾總 你連他的行蹤都不知道 怎麼幫人家 發我都脫關係找人打聽好了 這個艾總是個好色之人 平時就喜歡漂亮的人 你說 我要是把顧熙送到他的床上 哼哼 如果真能成 就不再受制於陸家了 那就這麼定了我去找顧熙 陸警官 我找到了一些證據 你看看能不能進宿船中的 我只能暫時告訴你 這些證據是有用的 但具體的還有點就不公知 好吧 那麻煩你們了 小傷我送你去醫院吧 不用了一點小傷而已 我先走了 顧熙 我我調查顧小姐 不記得他有一個什麼異性朋友啊 這 那你的意思是 他們是其他的意思 不是不是 顧熙這麼做 自然有他的道理 他的身世調查的怎麼樣 顧小姐父母的消息 暫時還不好查 但他有一個 相依為命的奶奶 不過好像生了重病 一直在醫院療養 還有一個醫療團隊 所以我去 還有他的身體 給我繼續查 是 我上學的時候就喜歡你 能不能給我一個機會 我想 顧小姐 你奶奶病情又復發了 你快來一趟醫院吧 奶奶沒事吧 好 我現在就去 怎麼不是 我想學 陸鋒 麻煩你送我去一下醫院吧 好 陸鋒我先進去了謝謝你 記住 等一下看我眼色形式 是 護士 我奶奶怎麼樣了 剛剛我們醫院正好來了一個 國際醫療團隊 已經給你奶奶看了病 控制住了病情 不過他發病的次數越來越頻繁了 你一定要注意啊 要 有的人沒錢給自己奶奶治病 真是可憐 顧熙 沒了我的屁股和幫事 你真是非我一個 說什麼話我們出去說 不要打擾我奶奶 你還真把自己當回事了 顧熙 你今天整我的事 還沒找你算賬 你想幹什麼 反正你奶奶也岌岌可危了 不如我就當個好人 你先送他一程 小瓜 還不快 你趕快 顧熙 你膽子是越來越大了 我說過 奶奶是我最後的底線 如果有人敢動他 那就事實日時俱風 你跟我現在一無所有 像你只能找了別人該有的 無緣亂語什麼 顧熙 別的不說 至少你現在沒錢給你奶奶治病 只要你幫我做成一件事 我可以讓你離開蘇家 當然了 還有這一步 就當是神給你了 馬上就要死的可憐蟲 不用了 請你們出去 不行 你真當我不敢來印的 你別忘了 這家醫院 可是有我們蘇家百分之六十的 你要我做什麼 蘇芋 蘇芋 你太低估我了 我已經拿到了庸人協議和證據 從今天起 不會再被你威脅 也不會繼續在 你身體太虛弱了不能捐血 而且血型特殊一旦出現什麼問題的話 我知道 但是我現在需要錢 這是唯一的辦法 好吧 我就知道他要跟我爽心眼子 儘快想辦法把人給我弄出去 是 你不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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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不可以嗎 這 現在我在你身邊了 呼吸 醒来喝水了 呼吸 这怎么喝 呼吸 我会让所有伤害你的人 去除除代价的 这么久才接 这是盲上啊 我没打扰你 你是很闲吗 哎那个苏玉尼大学怎么处 爱人斯 你应该是了解我 好吧那你的身份 不打算继续装下去了 如果有人动了你 我想你也不会有耐心 呀 艾总还满意吗 孙小姐艾总等你很久了 啊 这 怎么会 还是路总很啊 他说最近没时间跟我见面 查了吗 是在忙什么 最近陆家和苏家的联姻 闹得沸沸扬扬的 估计是在忙着事 又不是他去 跟着瞎起什么脚 可能是跟这个女人有关 他对这个女人格外上心 真是个大忙人呀 陆少 不过 我有件礼物要送你 你要是半个小时再不来 那你的宝贝怎么归我咯 好久不见啊 Laris 陆总 不是好久不见 是见你一面难如登天呀 有希 有希 醒醒顾希 你这在做什么 是有些人把他送到我的床上 还试图跟我谈交换条件 至于试试 我想你应该可以采到我 四五句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我该去找艾总 等到这 醒了 怎么是你 昨晚 陆景胜 你 你 你竟然用这种手段 昨晚是苏毅 把你交给其他男人手上 幸好是我及时感到才救人 至于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那就我给你自己了 我 我怎么知道 肯定是你乘人之温 那顾小姐 要不要自己看一下视频 你变态 你居然还录视频 肯定是你幼稚 不想见 所以你应该 怎么报告你的旧男人 我 我一枚车 二枚房 还有负债 不少夜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有 你只需要处理整理 好 那个男人知道你 好 你说陆丰 就一个朋友 等我忙完手里的事 我会找你说清楚 少爷 您快看新闻 苏家千金不日才与陆家大公子联姻 如今却又出现大量桃色新闻 两家关系之后 又将何去何从 是否面临破裂 股价是否狂跌 可以开始我们的下一个计划 少爷 您在陆家低调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收购陆氏 掌握实权 只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 我真正想要的 是 是 爸 爸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恬不支持的女儿 一次就够了 你 你既然还有第二次哎 爸 爸 我承认之前是我做错了 但这次我是真的想帮苏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想到 被 被古希那个竟然给耍了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大的面子 居然这是爱子 你 小球这个丫头 哎 你知不知道你这次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 那陆家 也绝对不会放过我们呀 爸 那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糟了 啊 怎么了 你被逃走了 什么玩意 爸你别吓我 掌门 掌门一定被顾希偷走了 如果他把这个东西交给警察调查当年的事 我很可能会进去 难道 他早就知道当年的事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关键是 在他把东西交给警局之前 师傅大概还有多久啊 照这个情况还得一个小时才能够 嗯 不过我知道一条进路可以超进路过去 嗯 那麻烦应会的 哎好嘞 顾心顾心 顾心 你醒了 三个月前帮我的那个男人 还没有线索 没有 奶奶安顿得怎么样了 已经转移到其他治疗院了 对了顾总 苏氏总裁苏建中角色失误 导致公司陷入金融危机 目前还没有找到新的投资人进行融资 公司有可能会面临破产 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准备行动了 不着急 苏家这条鱼 我要慢慢接 帮我联系一下陆氏总裁 就说我有一笔生意要办办 哎对了 最近和那个顾小姐怎么样了 你是又闲了吗 对了 我查到了关于顾小姐的详细声势 哎 我不听了 当初顾小姐父母精英的公司破产倒闭 数债累累 母亲激活工薪处 父亲自焚加重 顾小姐只能带着相应的名的奶奶 乞讨生活 后面又机缘巧合的进入了苏家 关键的是 这苏建忠 就是太顾小姐家破人亡的罪可以握手 原来她的咖啡生这么巧 是一个巡逻暴手的结果 哎 没想到你喜欢的女人这么有种 警察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估计是再有危险 啊 啊 要救了 要救了 我们公司又救了 哈哈哈哈 你金鱼炸的干什么呀 哎呀小玉 你看 神秘 信 投资人 回国了 过去三个月啊 她投资了不少大项 而且 都获得了成功 如果 我们能拿到她的投资 公司还被破产了 而且 她回国选择的第一家企业啊 就是陆氏 你又是陆家的儿媳妇 这层关系啊 怎么也盘得上啊 哈哈哈 爸 我不想去警告警官 小玉 我知道 和陆锦铭的关系不太好 我再怎么样说 你们俩也是夫妻吗 只要你开口 安排个饭局 总可以啊 哎呀 乖女儿啊 爸爸的企业能不能生存 就全靠你了 啊 好不好吧我去試試 好 剛剛那個聲音怎麼那麼小事 不 會吸那個劍早就死了我怎麼又會 路總 能被顧總那樣強悍的投資人看中 證明你比那路景勝可要有失落 要是這次合作坦承 看公司以後誰敢不回 還是你嘴甜 那個你們顧總還沒來嗎 顧總時間寶貴委託我來談 而且像這種小合作也不用我們顧總去和 調子還緊張 爽 為了這次合作就現任意 在做出來成績 總裁的位置 恐怕 錦鳴下班了嗎 下班了嗎 陸緊鳴 你居然逛牛泡是現在在辦公室幹這種事情 我要臉 多了 你還有臉說我 思雨 你在外面站的那些多到你又不知道 K 看什麼看還快捂出去 怎麼 啊 走 你来公司找我什么事 老公你别生气了 刚刚是我不好 以后你在外面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不管了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能不能满足我一下 什么要求 你不是见过那个投资人顾总吗 能不能引荐我爸一下 你也知道我们苏家现在水蒸火热的 现在急需一笔投资款来扶持项目 我总不能跟他说 我没见到这个辛苦的 办法倒是有不做 就看苏家人转入这次机会 顾总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消息透露出去了 对了 想见我们顾总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明天他会去参加一场拍卖会 我们顾总最近喜欢上了一件 名叫新药的猪宝 如果有人愿意为他技能赠送的话 我相信合作的事情 应该会顺利很多 苏玉为了这个机会 应该会低声下气的去求陆景明 既然账本没有让苏建平进去 那就让他们父女俩尝尝 一步一步被逼绝境的滋味 对了 陆家不是还有一个少爷吗 陆景生 他过得怎么样 所以 应该怎么报答你的救命的人 等我忙完手里的事 我会找你说清楚 陆景生这几个月来都很低调 最近也没有什么他的消息 陆景生 在我消失的这段时间里 你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吧 你还真准备默默无闻 在背后当个好人 不要名分 撤的都不像你路总的心 如果他知道是我帮助他 可能就不会接受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 你就是你 等不到他得到自己写的明显的时候 你今天的消费我包了 你起来换座 不好意思啊 这片区域都是我的 你们 做不了 你是从哪里来的东西啊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他可是苏家大小 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快要破产的苏子 你 吴云 你好 我是你们这的VIP顾客 马拉给我赶走 不好意思小姐请您出去 呦原家路展啊 你不下去帮忙 你也太小瞧我陆景生看车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还敢弄个玉姐逼有钱 我还得拿包走人吗 都坐吧 充多少钱可以成为你们这里的 VIP啊 这位小姐充的是一百万 而您只是在我们店 消费了一杯98元的鸡尾酒 穷鬼啊 还在这装起 我充一千万 你 这位小姐 这边区域现在是我的了 你可以带着你的朋友吗 姐姐就这个位置最好了 我才不想去角落里 不就一千万吗 被人家睡不算什么 你再冲就是了吗 要不 我们俩留下来头可以呗 都怪你个什么故作 非要喜欢什么珠宝 什么破珠宝居然这么贵 你就帮爸这一次吧 哎 苏小姐这个包不一起卖吗 嗯 哎 不行 好不容易才凑购买新药的钱 要不 我们今天就先不坐这了 那边又有位置 去那吧 怎么回事 我们家不会真的要补账 是啊那给他玩什么呀 怎么 你也想留下来伺候我呀 你给我等着 我别让我再见到你 喝 喝 嗯 嗯 我 我給你打給你 你誰啊 你誰啊 讓開我 你誰啊 就想賺我便宜 這麼喜歡摸是吧 好啊 讓你今晚摸個狗 沒 我喜歡 你輸狗的 不要 不要跑 我請上 好好休息吧 好 白雪怎麼送我到酒店了 不是白雪接的我 我還沒走 我不會荒唐到和一個陌生男人睡了一晚吧 我還沒走 他還沒走 你好您的早餐 我沒點早餐啊 適合您一同入住的先生把你點的 他走了嗎 已經走了 那你能不能告訴一下我聽到 我還以為您遇到什麼事兒了 顧總 您終於肯接電話了 我還以為您遇到什麼事兒了 今早是點了拍賣會 您要親自過去嗎 當然要去啊 今天我還以為您遇到 今天我可是給蘇玉準備了驚喜 我就不信 這麼好的機會 陸景明會讓給我 如果珠華為他拍下送給顧總 那也還是陸家的經驗 我蘇家不就是個陪者 他點牛奶了 嗯 這大清早的突然鬧肚子了 請上 大清早幹嘛去了 早在 你不會還想著顧欣那個女人吧 他都已經死了三個月了 那場車禍屍骨無存 燒得乾乾淨淨的 不如 重新訊息一下 怎麼可能 顧欣是我的用人 我自然知道一下而已 最好是這個 如果讓我承拔著介紹 我需要值得後悔 最好是這樣 如果讓我承拔著介紹 也需要值得後悔 你在這兒門啊 你不能讓我承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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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景深 你怎麼那麼執著 你是想我的戒 少爺 顧小姐今天應該也要是去 談戴會 您過去嗎 去 大少爺和蘇小姐好像也要去 他只是要一步一步的壓榨蘇家 我怎麼能不幫他一個 歡迎大家來到本次拍片會 現在 我正在宣布 拍片會 我正在宣布 開始 算了 先把東西拍到手不再說 第一件 是翡翠手桌 起拍價 五百萬 第二件 雕花翡翠 起拍價 一千萬 下一件產品 是由著名設計師 德藝文的清新製作 星耀 不過他 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 速仇巨 起拍價 三千萬 現在開始 三千一百萬 我出三千五百萬 五千萬 五千萬 還有沒有 瘋了 一個破箱連叫五千萬 五千一百萬 六千萬 錢不夠了 怎麼辦呀 六千萬一次 六千兩次 算了 蘇家的別墅應該可以抵押個三千萬 再加上我手裡的這些 六千萬五百萬 成交 爸 你到哪兒了 夜會快開始了 好好好 我立刻過來 好 等下我們松架 清水管理價值 一千五百萬 新的 送到過程 我們這部戲 還必須一對 跟夜會 我不能不能夠 為了慶祝 本次拍賣會順利舉行 拍賣會 籌辦者顧總 特地舉辦了這場夜會 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沒想到 這個顧總居然這麼大來頭 能聚集這麼多行業內的精英和龍頭 真是冤家陸宅 看到沒有 六千五百萬的新藥 我說送就送 你那一千萬像個屁 不知道你這貴重的禮物是要送給神 當然是送給神秘的顧總 這場宴會的主人 你笑什麼 全場就你搞出書 還戴個面具 故事 你以為這裡的高富帥都是傻的 耍耍這種小技能就能把人騙到手了 我怕摘下來嚇到你 我倒要看看 這張面具下有張多見不得人的臉 對不起大小姐我我不是故意的 蠢哥哥你瞎呀 我看你就是辛苦我把你開了 在這自己報復 你哭什麼 做錯事就要受懲罰 給我到宴會廳門口就跪著翻鞋 等等 我 你哭什麼 你哭什麼 做錯事就要受懲罰 怎麼還想出頭當好人呢 像他這樣卑賤下人 我想怎麼調教就怎麼調教 也對 像你這樣的人 一輩子也達不到我這種 像你這種雙手沾滿鮮血的人 我的確到不了你這樣 不過你有一句話都是說對了 做錯事的人就要接受懲罰 今天你們蘇家就會為你們做過的事 付出代價 你算什麼東西你竟然這樣 你算什麼東西 竟然敢欺負我們顧總 顧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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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把東西 顧總松軒 顧總 小小心翼還往笑呢 希望你不要跟我一斷近視 顧總 其實我們這次來就是特意 不可能 顧曦 顧曦明明已經死了 明明當時 這都已經什麼廢 你死了誰來收拾你嗎 啊 顧曦 顧曦 你現在怎麼樣 完了 什麼都完了 我你啊 顧曦一定不會給蘇手機會 我總不能還白白搭上房子吧 不行 別把那個還給我們 是我抵押房子才會變到的 你管給我 送出去的東西 哪有說回這道理啊 白雪 折禾成現金捐給山區的孩子們 就當是蘇家虧心度多了 她糟天欠 做個廝殺 難怪蘇家又破產了 原來是悶著人心做事 怎麼弄長久 是啊 這蘇家婦女真不是個好東西 趕快滾出去吧 會見 從現在 低價收購都給所有股份 正式改名的一部分 啊 你怎麼樣 剛才只是一點小插曲 擾了大家的信 繼續 謝謝你 我寫過郭總 剛才不是你幫了我嗎 我讓白雪給你安排個工作吧 謝謝郭總 你說剛剛在拍賣會上 和蘇立競架的那個人 是不是就是一直在背後 幫我的那個神 有可能是 他擺明了就是在故意幫你抬價 當初做假賬本的證據雖然有用 但還是沒有辦法把蘇晉莊送進去 如果可以查到他害我車禍的證據 那就容易了 顧小姐 這是我家少爺讓我把這個東西交給你 竟然就是蘇建柱害您車禍的所有證據 你到底是誰 為什麼要一直幫我 把證據交給警察吧 明白 對了 把蘇家別戶的產權買下來 明天我們就去收房 你怎麼在這裡 你就不好奇我一個死了的人 為什麼突然出現嗎 看來 他不知道地方的人是嗎 我解釋一下 我 不信 幹 幹嘛 我很想你 我一直在等 啊 我 我 不是陸景勝 你 不總 你沒事吧 沒事 就是被狗啃了一口而已 你說什麼 你別過來 明天見 你什麼都沒看見 你們兩個接吻了 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你父親的情況不太理想 繳費單需要儘快手術 這麼多錢 公司賬戶的錢被動盡了 家裡能賣的 奢侈品也都賣了 我上哪找這些錢 老高 能不能給我打點錢 你知不知道 你們這蘇家今天有多丟人 你很好意思讓我打電話 媽雪 能不能借我一百萬 過段時間我就還你 你拿什麼還呀 我看到新聞了 蘇氏 完了 我們這麼久的朋友 你連 這點信任都沒有嗎 你要是沒錢 誰願意和你做朋友啊 蘇小姐 蘇小姐 麻煩您回來收拾一下家裡的東西吧 這套別墅已經溢足了 什麼 姑息 姑息 放開我 把公司收工了 還把我爸清進醫院 你還想怎麼樣 這怎麼夠啊 你害我派的家破人亡 我還給你當那麼久的傭人 這幾年你怎麼欺負我 怎麼折磨我的你忘了嗎 我 姑息 不會放過 就算孫家路 我還是陸家的大少奶奶 只要有這三生日才 你永遠也打怕不了我是嗎 我沒記錯的話 你爸你爸現在還在醫院裡躺著 一醒來就會被女人帶走 哦對了 他好像還沒有錢支付首付費呢 你覺得用錦麟都給你錢 要不 你也像當年我跪下求你一樣 你威脅我 我只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著其人之聲罷 哈哈 哈哈 想讓我求你 絕不可 你不就是要這別墅嗎我給你 你還能讓我怎麼樣 那就是夢一代吧 陸總 就這樣讓他走了 他現在還沒有到最絕望的時候 以為陸家會是他最後一根救命道 您的意思是 陸景明 陸總 我們談談 你去特意來找 我想和陸總做個交易 對 謝了公廷 下班一下陸總的女朋友 最好是能被帶回家 吃上家宴的那種 那不如 直接來真的 陸總這麼隨便也不問問交易條件 只要是你 不問 那天你說 你有中文的話要對我說 所以是什麼事情 你看看公司里面 董事會還有誰輻你 全都只說僅剩的好話 啊 你真是不成器 爸 他不就手段比我多一些 要是我閉嘴 還在找藉口 還有你啊 有人現眼 你看你們蘇家做的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賬 啊 您放心 我一定會幫父親您打綠航公司的 任何位有其負負負責 我們顧家的破產就是最好的 陸伯父還敢讓蘇小姐這種人 抽手公司的事嗎 您嗎 爸 我正能介紹一下 這位呢 是我的女兒 謝 啊 啊 你是不是那個 最近的那個我 顧 我 啊 啊 爸 爸 陸景勝 你多大人了還這麼不懂事 明知道爸自己身體不好 還把這個詐詩的女人帶回來 看給爸嚇的 可是爸好像並不認識顧熙吧 我想 是應該你們二位這個不爭氣的東西 拿個七十成 等什麼呢 還不快把我送給我家 爸 爸 你想幹什麼 我當然是來奪走你最後一件避風口 我要你所擁有的東西 謝 我 我 我 來 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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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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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替蘇玉和你相親之前 我們認識嗎 同學你怎麼了 同學四生子就在別人欺負 人家年紀小就不能創業嗎 對不起 這個發卡給你 他拿去二手市場賣應該能賣挺多錢吧 應該可以幫到你 對不起 同學 你叫什麼 你叫什麼 你加油 原來是那件事 不過 我 想娶我可沒那麼容易 你可是有情敵的 情敵 誰啊 在哪一個 很厲害的男人 嗯 誰啊 好了好了 其實是我出車禍的時候這個人救的我 這些年人也一直在背後幫我 雖然不知道他是誰 但他以前肯定認識我 或者 喜歡我 如果你知道這個情敵還是我 會不會直接嚇到我 嗯 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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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还记得我当初高见六家的事吗 你说什么 你 你还记得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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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了不起的 我现在都高兴 当陆景文气在我身上 像两个狗样的时候对吗 你再说 当陆景文用刀在我身上 我还想一刀刀的伤害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你明白你也是我的自己 没什么怎么对吗 我 我也是给你拿个包吗 没什么怎么对吗 不过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放心你的公司 我会替你的好儿子好好见 你 你可不可笑之子 我不像你 啊 我爸是怎么死的 我妈是怎么死的 给我赌 陆锦绅 啊 啊啊哭了 我走 爸怎么样了 爸都成这样子了 你还和别人女人在这儿聋聋泡泡 你吞喝几口 你那倒不是陆家的人吗 爸的情话都成这样子 你完全不关心吗 明天我会召开故宫大会 记得主事参见 你什么意思 啊 亲生 我会讲讲你妈妈的事吧 好 从小我就跟我们相依为面 直到有一天陆家的人找到她 说要给她一个名分 让她正式嫁了陆家 我妈带见我的案件 就把我托管再到老师家 说过一段时间就回来见 我就等了 等了 找来的就是陆家的人 他们把我也带回了陆家 表面上是陆家的公子 实际上 北地里都骂我是个死守族 进入到陆家以后 我都再也没有见过我妈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了我妈的遗伤 我才知道大一家去世 姑歇 我没有亲人 我没有亲人 陆景盛 你愿意娶我吗 以后我就是你的家里 我父亲刚注意了 而我的弟弟 也就是我们陆家的总经理 现在正试图召开普通大会 夺取总裁之位 啊 怎么会这样陆总居然是这样的呢 会吧 怎么不会 他还喜欢我们苏家之前打砸的馅儿呢 这么没品 还有什么是不喝的 苏小姐照你这么说 吓人就不会拥有真爱吗 我父亲刚注意了 也就是我们陆家的总经理 夺取总裁之位 我 nings来个快快快快快快快 陆总 您召开此次国通大会的目的 真的受惆让您度胆 谨恋先人edly 路总 您生命这位是您的朋友吧 伺候真的再输家当工无名 关于总裁倍折是否变高 暂时不懂 bah 不过父亲的身体日渐欠佳 我确实想给父亲移走 景盛 你召开大会应该知道 非陆家人和公司高管 闲人不得陆内 你带顾夕这个女人来 是想让外人窃听公司机密 不好意思啊苏小姐 昨天景盛向我求婚了 现在我也应该算是半个陆家人 哦不对 我应该改口叫你一声 大嫂 你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今天来呢 不是来探听什么会议内容的 我听谨慎说家里进了小偷 我是来帮忙抓小偷的 啊陆家居然遭受到陆氏道歉 什么能打得这么大 对女人心肠也太呆动了 陆老爷子刚出事就偷东西 这种人可留不得 陆夕 是你把我害成这样 我不会装过你的 会议时间到了 一直以来 谨慎为公司的服务 大家都看自前任你 姐明呢 只能他机会一步努力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董事会正式推进 你第一次见到我的先生 没想到我们后来还会有这么多故事 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们要是生一个小孩 是会像你还是像我呢 事事不就知道了 行圣 我想带你见见我家人 你奶奶呀 嗯 怎么回事 家里被偷了我怎么不知道 谁会抓小偷跟到这来 这个女人满嘴狂言还不快出去 我来这里抓小偷 当然是因为小偷就在这 而且 我还贴心的帮忙报警 哪位是苏玉小姐 苏玉 你会真的不动小偷 怎么可能 苏玉小姐你涉嫌盗窃 请给我们走一趟接住调查 我是陆家的儿媳妇 我怎么可能偷自家的东西 真不可能 就是 你是他老公 你也陪他一起 这是真的 是个事 真是用了我们陆家的脸吧 去让我们八辈子去面了 去面你相信我 我不会做那样的事的 你放 离婚 我第一次见奶奶 还挺紧张 你看我穿这样行吗 没事奶奶肯定会喜欢你的 真的吗 嗯走吧 哎陆先生你过来了 六十九成的老人 就是不许都很不错 他怎么认识你 呃 可能是我 魅力大 人要好非 怎么了 一六十九床 不就是奶奶吗 我先去看奶奶吧 陆锦盛 你居然瞒着我 他居然一直瞒着我 奶奶你说他可不可恶 哎呦你就别生气了 小鹿这孩子呀 我觉得他心眼特别好 暗暗的帮助你不说 还第一时间考虑到奶奶的安慰 换了疗养院呢 是 但是他后来见到我 也没告诉我他就是那个神秘人 这张 你们小两个就回家慢慢的算了 奶奶 我想去看看爸妈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我带给他们 奶奶唯一的希望 就是让你幸福 现在有了小鹿 我可以和他们交代 奶奶 爸妈 对不起 西西好久没来看你 或许下一次来 就是我要结婚了 放进吧 叔叔阿姨你们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个气的 我 顾夕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你上我们去医院 少爷怎么处置 交给你帮 你们不能这么多啊 你们 这一巴掌 还你当初欺辱之仇 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 你错就错在不应该 一直测缓坏坏我的梦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 来了带走 你们不能把他叫这些吧 就没有 我劝你这件事的不要尝 难道你也行吗 从来没有求我你生 这一次你真的不能把 思雨教练警方 死不过我的孩子 来人 我不是不是去救抢 是 亲生 以前都是我做错了 我给你道歉 以后公司的事我一再也不管 你也知道 爸现在的身体大不如从前 可能也挺不住多长时间 你知道人老了以后就盼儿盼孙 而且苏玉肚子里的是咱们陆家的第一个孩子 你能先放过他们 等他认为孩子以后 我再跟他离婚行不行 那是你也知道的 顾熙我是一定要去的 既然他怀孕了 那就让他先住在家里吧 有我在 他也租不了什么 我答应 顾熙 顾熙 心软的人 注定成不了最后的赢家 喂 警民 警察说我回应了 这领会不叫什么 什么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现在还了你的孩子 我只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但是我知道 顾熙他肯定不会放过我 是我们苏家欠头 我现在就去顾熙父母的坟钱 我爸唱 苏熙 苏熙你现在在哪 你别乱动 这可是你亲手给我的机会 我在苏氏三年 跟大小姐确实有过几次照片 是吗 三年就当上了财务总监的位置 很是年轻有为啊 谢谢顾总太决 我也只是尽心尽力 做好自己的事 尽心尽力 看来苏氏给你的待遇不错啊 不过你放心 我会给你更好的待遇 行了 去忙吧 好的 顾总 顾总 他有什么异常吗 他很好 值得信赖 对了顾总 刚才陆少爷打电话来说 他约了您去看婚纱礼服的 现在已经在公司门口等您了 他可真急急啊 那我先去了 公司的事你帮我盯着点 好 没问题 喂 你怎么这个时候跟我打电话 你想干什么呀 陆景明他有孩子了 我不能他操心 这都要比 这不是比 是我真的喜欢 可是我现在还没打算要孩子 我刚刚接管故事 还有很多麻烦事等着我处理呢 不用你亲自去处理的 我可以找人去忙 不行 故事是我爸爸曾经的心血 我一定要让他变回原来的样子 那你要答应我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要让我 好 谢谢 爸 如果你能看到今天的故事就好了 谢谢 顾总 顾总这是最新的才卧高高 请您过目 不用那么拘谨 坐 好啊 顾总 你用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我也 置物不掩 你和苏也很熟吧 你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地址发来 你怎么不找个酒店 这里要是被他们发现怎么办 顾西和那个姓路的取调婚纱了 而且我下午还要去上班 行吧 快说 有什么新进展 只要我想办法全住故事的钱 就跟我元总高费是吗 当然了 我怀的是你的孩子 肯定和你一起走 那你为什么还要住在陆景 我那个陆景林在一起 我要不跟他们说 我怀的是陆景林的孩子 顾西那个贱人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你也知道我爸如果不是生病住院 恐怕都已经被送进去了 好 我会想办法带你们两个离开的 对了 公司还有帮你的人吗 财务部的几个人都是我的精神 只要计划整并 没问题的 太好了 那我们的幸福 就靠你了 股家当初的事情可能要重演 怎么办 这个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啊 只要是女票的 多喜欢 那我也可真深碎啊 怎么了 好 開心好事 不惜 真的是你啊 陸峰 好久不見你後來去哪啊 怎麼沒有你消息了 要不我們 加個電話 不好意思啊這位先生 你們有還有事 你先去洗衣服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吃什么醋 只是一个很多年没见的同学而已 同学 你没看见看你的眼神吗 都会把你吃掉了 哪有那么夸张 好了你换衣服吧 我先出去了 你帮我换 不是的事情 我不管你们说你怎么分配 只要我一天不死 这个家还是我做主 福玉已经怀上我们陆家的长孙 你们就不能对他好一点吗 为什么非要把人家逼疯 伯父 我们对福玉挺好的呀 昨天请上海特意专服佣人 找医生给他检查身体 别到时候装疯卖傻的病 遗传给肚子里的孩子可就不好 嗯 啊 既然已经出院了 我比较好好休息 再过宇宙 是我和姑息的定婚 欢迎大家追逝来再见 定婚厌世 我让你们定不成 我不管 你必须要在他们定婚之前把公司所有的钱都弄出来 不然我不甘心 我要让顾兴那个贱人也尝尝这种滋味 现在确实没有合手机 那什么时候有 你不会等孩子出来了都办不成吧 你是公司的财务主管 公司的命脉都在你手里 你想让我爸当初的 你爸现在不还躺在病床上没醒 你竟然还敢呛我 这个孩子你不想要了是吧 好啊两个 我们以后都不要再演技了 我就当这个孩子是陆锦麟的 你不配做孩子的父亲 都查清楚了吗 保证录的清清楚楚 好 好 知道 放开我 有机会了 只要资金链还在流动 我就有办法做手脚 还需要多久 他们投资这个项目的时候 就是我最好的时机 事情怎么样了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您怎么了 顾总 晚上老是睡不着 早上还反胃酸想吐 不知道是不是着凉了 顾总 您 不会是怀孕了吧 进来 顾总 这是评估报告 梁康 你觉得这个项目能投吗 只要有利可图就能投 没想到你看着这么老实 还挺有远见的 顾总 要是没有其他事 那我就先走了 不过陆总 您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我打电话让陆总陪您过去 不用了 还不知道有没有呢 不要让他白高兴一场 我刚刚听说顾希好像已怀孕 请上 今天怎么有空等我下班呢 今天高兴 什么事啊 暂时先保密 等这些事情全部顺利结束了 再告诉你 那么事 对了 今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 要咱们晚上不加一些吃 顺便商量一下 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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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从来不管你吗 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些了 该吃吧 今天这个菜吃什么 不错啊 听 锦盛说 顾希喜欢吃很鲜 我特地让下人专门为您做的 好难闻啊快蹲下去 我孕吐 闻不了这个味 终于怀孕了 那我们就先考虑他的感受吧 没事 之前还以为大嫂是真傻了 现在看来都知道闻不了味 也没傻透吗 顾希 我肚子里怀的可是陆家的长孙 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就是 我老婆里肚子里有孩子 锦盛 你能不能管管他 陆锦鸣啊陆锦鸣 我倒要看看 等你知道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时候 脸上是什么表情 你想说什么 锦盛 有很多话 我想跟你说 但是呢 一直没有机会 我现在老了 也是 锦鸣他不成器 你带去他找一管公司 也挺好 那天 你在医院问我你母亲死的事情 我想来想去 我还是应该告诉他 他在来的路上呢 遭遇了车祸 去世了 但是我后来我才知道 他还有一个我的孩子 那个人就是你 出一一五 我把你接了回 可是 自从你来了之后 我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我把所有的怨气 不快追在你的头上 我认为是你母子影响了我的运气 哎 都是我做错 家政 愿我是应该的 阿祖在哪 不好了不好了陆少爷 顾小姐他他出事了 顾熙 顾熙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快叫救护车 不行 吃不了你 我立驾推迟了整整一周 早上的时候还刚有恶心 我就以为你这就打人了 所以 你下班来找我 就是为了告诉我你们好消息 嗯 所以 你现在要欠我一个包包了 你你你先坐吧 我 我们吃的是一样的东西 怎么救我吃坏肚子 习惯 你除了吃了晚餐以后 还吃过其他的东西吗 就喝了一杯牛奶啊 你不是睡前从来不喝东西吗 不是你让佣人给我端上来的吗 我 嗯 您怎么了 您怎么了顾总 晚上老是睡不着 早上还反胃酸想吐 不知道是不是着凉了 顾总 您 你会是怀孕了吧 我我知道了 肯定是我早上和白雪讨论的时候 被梁康听到了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搞出了孤寂了 这孤寂也不是什么吃坏肚子的药 而是流产的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在想 如果你是真的怀孕 现在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谢谢 你跟苏夏的事情 是时候该做 护士 护士什么情况啊 我女朋友为什么会流这么多血啊 你女朋友是莱丽嫁了 你不知道她每个月的日子吗 除了莱丽嫁 她还吃坏了肚子 所以才会疼得这么厉害 你作为她的未来老公 一定要多多注意她的饮食啊 我知道了 谢谢护士 别生气了啊都怪我 都怪我没有记住你离嫁的时间 别不好意思了 我们都已经不是 都不是 哦 那我明白了 我听说女人来立嫁的时候 情绪都是很不稳定 我只需要服从 不要问为什么 对吧 陆锦盛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呆呢 我之所以觉得干干的是 因为我以为自己怀孕了啊